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经常要测验考试 有没有饮食可以增加记忆力 我们不可以想想 这段期间有什么食物 可能一定要多供它 代表脑部学得快 平时我们都要看饮食是怎样的 最好做基本的均衡饮食 食物当中有些淀粉质 足够蛋白质 怎样做到均衡饮食呢 可不可以举些例子 早餐的我们就有淀粉 淀粉可能是一些面包类别 粉面 蛋白质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蛋 跟着就可能脂肪类别 如果有些小朋友可能喜欢吃牛油果 我们也可以给牛油果去吃 另外就是我们要补充奶 奶类制品 钙质对它的骨骼来说都很重要 千万不要说一定要专注在脑部 均衡饮食 看回我们早午晚上三餐 是否有少些营养素 那我再加 哪些营养素有利小朋友的脑部发展 例如维他命B 面包类别 鸡肉奶类制品 鸡蛋类别 都会找到 研究显示 维他命B 对于我们的脑部 或者我们的学习能力 其实是可以提升的 奥米加三脂肪酸 我相信很多妈妈和爸爸都会听过 深海雨会找到 有些是添加了奥米加三脂肪酸的鸡蛋 我们会建议小朋友多吃果仁 比如核桃 这些重要的脂肪酸 其实是可以帮助老婆发展 也有研究显示 反而去到记忆 或者专注力 都会好很多 都要提醒 早餐最重要是要有添粉 其实添粉质 我们消化完之后 可以提供葡萄糖 给我们老婆去用 当作一个能量 如果我们早餐没有添粉质的话 老婆没有能量 就会影响集中能力 想吃茶 有什么建议呢 另外一个营养素 都对小朋友的记忆力 是比较好些的 就是草莓类 或者莓类 可能是辣莓 草莓 草莓 探查小朋友肚子饿 其实可以帮他们做沙拉煲 是有不同的 草莓 草莓 小朋友应不应该吃湿皮纹呢 首先我想家长都要看 小朋友平时的饮食是怎么样 可能他比较偏食的 有很多营养素 菜等等都不吃 就会补充多种维他命 刚才提及过 奥米加三脂肪酸 对他们老婆发展来说很好 这些是来自深海鱼 如果他平时都可能不喜欢吃鱼 如果因为怕腥 可能牙外 就要补回奥米加三脂肪酸 因为他考虑 我需要不需要轰炸 他吃一堆 就不必需要 所以我们看他平时的饮食是怎么样 Johanne 你是营养师妈妈 平时怎么安排小朋友的饮食 通常我都会问小朋友 他第二天的早餐想吃什么 我也可以从他的选择 再添加一些可能他需要的营养素 帮他安排早餐 是一个鸡蛋芝士的三文治 对他们来说是香口 亦有淀粉 有蛋白质 亦补充到钙 家长可能留意有足够的时间 给他吃 下午那方面 很多时候他在学校 学校提供菜类 肉类 饭 上学的时候 午餐选择不多 如果在家里 你会怎样安排 可能会煮一些乌冬 有菜有肉 变成都是均衡的类别 淀粉 蛋白质 蔬菜有油 之后就補回水果 晚上我们永远都是 有菜 肉 饭方面 之后就補回水果